六支琴锤像跳舞一样在木琴上滑动 交出铿锵有力的节奏 重新诠释经典音乐剧《巴黎圣舞院》 它是朱宗庆打击乐团的首席舞培金 这首曲子里面呢 我们特别用到了就是六支琴锤的一个使用技巧 那在六根琴锤的使用上呢 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了 那它可以有很多各种旋律更丰富 还有在和声上也有更多的一个变化的使用 除了改编西方经典名曲《巴黎圣舞院》之外 还有充满东方味道的舞目的幻想 带大家感受六支琴锤的无限想象空间 这也是他第二次尝试全程使用六支琴锤演出 舞培金从一九九四年开始投入六支琴锤的研究 在台湾首演后一炮而红 日本木琴大师安培龟子就曾胜赞 舞培金是六支琴锤的第一人选 即便如此 舞培金说自己依然时时刻刻都在面对挫折 木琴本身的构造是跟钢琴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它的升降音在上面 那所谓的这个白键自然音就在底下 那这中间呢并没有交集 所以比如我要打一个和声 它是一个音在这里 一个音在这边 一个音在那里 就非常非常的难敲 这次的独奏会 舞培金要带来更精彩的六支琴锤锤技法 带观众享受一场奇幻的音乐旅行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朱宗庆打极乐团的首席音乐家 吴培金是全台湾第一位 可以同时用六支琴锤的极乐家 其实全世界能够有这样情意的音乐家 真的也是屈指可数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他 跟我们一起来聊他的极乐人生 培金老师好 慧玲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朱团的音乐家大概是最忙碌的 你们每年大概要演出将近100场的音乐会 可能有 对 三团加起来大约160场去年的记录 三个团 朱团 一团 二团跟 还有我们的药栋打极乐团 对 那当然主力是一团了 那二团主力在二团音乐会 是 三团都走校园居多 对 我知道你们刚从欧洲巡回回来 其实维也纳是朱老师 在1980年代到欧洲去学音乐的地方 对他来说充满了回忆 那一段时间我们也常常看到朱老师在脸书上 或是跟我们聊他回到欧洲 回到维也纳的一些感触 可不可以请佩金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趟欧巡之旅 这趟欧巡其实我们从之前就非常期待也很紧张 因为要回到朱老师的等于很像自己的第二个故乡一样 然后有一种近乡情缺的感觉 那我们跟朱老师就像家人一样 所以我们跟他一样都有这种感觉 那在所有的排练过程 朱老师都一直亲自参与 然后一直调整 就是希望让这次的呈现能够是到最完美的地步 到了欧洲 然后到了维也纳的时候 哇 真的是觉得 我个人是第一次去 那就觉得这个地方 它真的是很文化之都 就是难怪能够培育出那么多优秀的音乐家 就是你看它的建筑 然后所有一切 就很有历史 而且比如说我们去演出了听 它那个外面呢 就是马勒的一个雕像 然后朱老师他当然有回到他以前的学校去看 他有带你们回去他的母校吗 对 我们 他白天的行程我们没有办法跟 可是晚上的时候 在演出结束之后 然后我们到母校旁边有一个餐厅 那那个餐厅呢 我们在那边聚餐 他说他以前学生时代没有进去过 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有了 可是他说那个时候 学生时代比较辛苦 根本不可能进去那样的餐厅 然后所以在那边点完餐以后 他就带我们到学校的门口 他每天 以前每天出入的地方 我们也很兴奋 虽然是夜晚了 很晚12点了 然后还是拍照 然后跟我们讲说 他真的每天都在那边练习 而且他们常常有 如果有聚会 他基本上也很少参加 因为他都是在苦练 老师当年好像是两年 就拿到学位回台湾 非常厉害 然后我们那天的演出 也让他觉得很光荣这样 就有一种好像荣归的感觉 是猪团在全世界来说 都算是数一数二的打击乐团 带着这样子优秀打击乐团 再回到自己的母校 真的是感触良多 然后猪老师在那边 毕业演出的时候 玩了就小小的庆功宴 那庆功宴他就在一个餐馆 他这次又特别带我们去那边 我们在那边吃了两次 然后他是一个 已经在那边很久的华侨所开的 那就是他跟我们讲说 以前老师真的很少参加聚会 然后都是在练琴 那这次他看到猪老师 能够把台湾的打击乐 提升到这样的境界 就是他都觉得很佩服 然后看到老师 就是好像这种依景中归 对 我们也都觉得很开心 当然我们这次的行程里面 也还走访了很多不同的国家 我们去了德国的Effert 德国Effert它有一个非常老的剧院 那我们去那边演出的时候 也同时拜访了这个小城 到处看啊 走走 然后就觉得这个来到欧洲 真的是能够让自己的 不管心灵层面还有整个在视野上面 还是真的蛮不同的 我们观察欧洲的观众 有没有跟台湾观众比较不一样的 或者是其实我知道 我演那个观众可能 就对啊 这边演出这么这么的多 我们用怎么样子的音乐 让他们觉得很感动 我们本来以为 期待 观众可能就是正经为座而已 对 然后不会特别的热情还是什么 结果没想到 我们每个曲子完了之后 观众的反应真的都非常热情 这掌声真的是不对 然后我们一开始就还不太习惯说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 每一首曲子玩 敬礼敬个两次啊等等 可能就差不多了 可是事实上我们今晚两次 他们还一直在拍手 谢幕谢布玩这样 对 所以就一直敬礼等等 然后后来我们还讨论说 要怎么样掌握这个 这个步调跟音乐之间的衔接等等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经验 那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当然搜寻的曲目就包括 古号第五月是周朗光老师的作品 然后三部曲是法国的作曲家 叫Jahat Lequan他所写的 等于说类似这样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 有东方自创的 可是这些都是我们的伪创作品 然后像是很特别的 美国的作曲家帮我们Ockford 他也不是帮我们写的 他其实他那首曲子叫好奇 那这首好奇里面 他用到了很多生活的用品 然后用很多不同的生活类型的这种音乐 所以让大家也都觉得 哇 打击乐可以这么的有趣 有变化等等 他们就自己去学电脑绘图 然后去偷偷的量 母亲的情节每一个多宽 做下非常清楚的记录 去用那个广告的帆布输出 这样为了让我出国在外的时候 可以带着 然后可以用力敲不会敲破 他又很轻 他又耐磨 就这样 而且他们还跟那个说 如果弄脏了还可以水洗 就很让我感动 其实佩晶老师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珠团的团圆真的是非常厉害 全世界到处去演出 我们刚刚讲的欧巡 你们还到了欧洲其他国家 甚至欧巡玩回来之后到中国大陆去 佩晶老师跟我们聊一下 你最近的行程有哪些好不好 我觉得这还蛮惊人的 就是我以今年来讲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先到了美国 他们邀我去第四届的世界音乐舞蹈节 所以我就在那边办了一个六支琴锤的讲座 然后他们的乐团也帮我协奏 打这些协奏曲 母亲的协奏曲 就是六根棒子 接下来就是我们乐团的春巡 我们的年度公演 然后一结束我暑假的时候 我就去了中国大陆去福建 担任他们的第一届福建海峡两岸大赛的评审 那同时也是六根棒子的琴锤讲座 演奏技巧的分享 然后八月又再去了一次到 也是到中国大陆的山西太原 是他们的第五届的中国国际打击乐大赛的评审 从那边又直接去韩国 就是韩国技术到他们第九届的这个打击乐大赛 如何做一个国际型的音乐家 因为我之前其实听说一些音乐家 他们是国际就像老师这样 国际巡回去演出 然后他们在巡回演出的路途上 其实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观众来说 看到的都是音乐家 非常优秀光鲜亮丽在舞台上完美的演出 你们私底下是怎么样去克服这样子紧凑的形成 对我就觉得说这个实践上的掌握 真的是我们蛮大的功课的 那对我而言几乎出国都算是我最不忙的时候了 怎么说 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就是要忙着所有的一切事情 这个一切事情是包括学校的教学 然后我们自己教学系统的教学 然后乐团的排练演出 还有比如说我的读奏会 这个所有的这个活动 都一直同时在进行着 所以都要不断地在排练 但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对真的不可思议 可是如果不要应酬的时候 我大部分都在练琴 老师你昨天练到几点 一点半 半夜一点半 对然后前天是两点 就是这个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平常的 是因为我必须要把握 可能早上觉得你就要开会了 开完会十点开始排练乐团 等一下等一下老师你说你 你晚上练到半夜两点 然后早上九点去开会 表示你可能七八点就起床了 然后出门 因为开车要预计留一个钟头 对 然后开完会就排练 排练完之后要教学生教学完 再继续练自己的 对 比如说你在国外 我有听说音乐家是他们在国外各个国家去演出 然后醒来的时候大概需要个两分钟的时间回想一下 我今天现在人在哪 真的是这样 像我们这次去欧洲 德国 然后还去了法国 去跟周老师我们俩在那边做了讲座 然后又去了匈牙贝伊布达佩斯 跟阿玛丁达打剧团合作 那我就记得真的 我在那边早上起来 我真的忘记我人到底在哪里 要回想一下 然后真的要想想我现在到底在哪里这样 这是真的常常发生 对 那我们在出去巡演的这个路程 其实在国外可能 一年里面也是好几个月在国外 所以在国外的时候 通常只有在演出的场馆 有我们的琴 对 比如说我练的木琴 木琴其实很大 对 观众可能不晓得 大概有多大 两只手张开还不够 它的宽度大概250公分 对 所以你其实很难随身带着它 真的很难 觉得很重啊 是 老师你怎么克服 我没有办法克服什么 好几年前了 就是要出去比较久 有一次我就想说 哇这样真的不行 我会怕练不完 因为一直有很多接下来的行程 对 必须要 必须要很多练习 才能够把那些东西消化的 对 所以我有一次真的就突发奇想 就拿了很多张白报纸粘起来 然后就粘成 我真的要打的木琴的那个size 然后上面真的画 罩着 放在我的木琴上 真的罩着画 至少这样子 我可以到饭店的时候 放在床上 我至少可以有稍微感觉一下 对 虽然听不到声音 对我来讲真的是不无效不无 至少心里比较安心 对 结果后来很有趣 就是有一次我演讲的时候 我有两个月明 他们去听了 那看到我的那个纸木琴 他们心里面就觉得 老师的纸木琴 有点老旧了 觉得有点可怜这样 而且折来折去会有折痕 带来带去的 结果我们这次欧巡前 有一天他就突然 发讯息给我说 老师你礼拜六有没有空 然后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们可不可以见个面 我就好紧张 我说怎么了 他说没有什么事了 就一下下就好 我说好吧 然后结果去以后 非常感动 他说他跟太太看到 我的那个纸木琴以后 他们就心里面想说 这样真的是有一点 他们要做个礼物送给我 结果他们一年多来 他们就自己去学电脑绘图 然后去偷偷地量 木琴的情节 每一个多宽 坐下非常清楚的记录 这是几点几公分 然后长度 然后空隙多长 画得这样一清二楚 然后他们在电脑绘图 自己去学 然后把它弄成这个 包括弄成巧克力色 还有这个阴影 全部都做出来 完全就是模仿真实的 木琴的样子 然后去用那个广告的 帆布输出这样 为了让我出国 在外的时候可以带着 然后可以用力敲 不会敲破 他又很轻 他又耐磨 就这样 而且他们还跟那个 说如果弄脏了 还可以水洗 就很让我感动 虽然说这个不是一个 特别怎么样的那个 可是他的心意 就让我觉得 哇 我努力的练琴 还是很多很多人 很支持的 对 那当然最好是要有 真的木琴可以练习 因为你要听到他的声音 然后那种音色的掌握 还有准确度 也才能够真的去实行 从国小开始就练打吉乐 那国小四年级的时候 我第一次接触到的乐器 就是在国小里面的节奏乐队的小木琴 因为我搬过十多次家 在梨山也住过好多时间 我的家就在那个树林里 你要上厕所 还要出去外面树林里的厕所 不是在里面 所以当我听到木琴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让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佩晶老师要开读奏会了 我刚刚其实有看到 佩晶老师手上有一个小伤痕 对 那个是练琴练来的吗 对 小小的伤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音乐家其实手指头很重要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小小的伤 经常会有 因为比如说像我这个是 我们前天晚上 我在练那个穷英血的恋战 那恋战它是原住民 马兰姑娘的故事 马兰姑娘她就是喜欢一个男子 可是她的父母并没有赞成 对 所以就是她心里面有很多的 纠葛跟挣扎 那后来她就决定卧轨 但这不是一个好的事份 只是她在乐曲呢 她就必须要描述这样的场景 用音乐来说故事 是一个木琴协奏曲 有三个打据乐者帮我伴奏 那她这个场景的最后一段呢 就是卧轨的刹那 那我就要必须从很快速的 从高音滑到底下最低音 然后趴下去 然后打下去 趴在木琴上 就是木琴形上 就这一趴下去 我就想说完了 一定一个洞 就是真的很痛这样 因为木琴的上面 有一些突出的金属 然后有那个 就是为了支撑琴键嘛 所以就当下就开始 血流不止 血流如注 然后可是 马上就是用那个优点 弄一弄 然后包一包 然后还是再继续打 继续打 然后后来继续打 就在打板骨的段落 那板骨的段落是整个是要这里 就是完全就是从我的伤口 要一直一直这样去 真的就这样 不过还好 我觉得这种 对我来说好像 还蛮家常便饭 其实这对你来说是小伤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还好 对 我有听说之前 有几月家的伤更严重 讲老实话 其实对你们来说 应该是其实我相信 其实家庭主妇也常会受伤 切菜也不小心切到 那比我们痛耶 对不对 所以还好啦 对 老师这一次会全程都使用 六支琴锤来演出 对 全程六支琴锤 那当然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梦想的实现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从小 等于我从国中开始就练打职乐 那国小四年级的时候 我第一次接触到的乐器 就是在国小里面的 节奏乐队的小木琴 就爱上了木琴了 那国中有机会开始跟朱老师学以后 又开始有marima木琴 对 那时间真的好美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也 因为我搬过十多次家 在梨山也住过好多时间 梨山啊 环山啊 梨山 对 我也读过梨山国小 那在山上其实都是在树林里 我的家就在那个树林里 你要上厕所还要出去外面树林里的厕所 不是在里面 所以当我听到木琴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那对我而言是很温暖的声音 是 然后开始练木琴的时候 当然因为那当时的音乐班 你如果要考音乐班一定要钢琴主修 对 所以那时候都是用钢琴主修 然后进去之后本来要复修神乐乐 可是就转成打击乐 那所以一路这样子一直到现在三十多年了 然后本来从两根棒子 就是一手各握一根棒子 那敲了把技巧等等都变好了之后 就慢慢地变成四根棒子 那我第一次看到四根棒子 在1985年的时候 有一个绝世铁琴演奏家 叫做David Friedman 他在世界上很有名的这个铁琴演奏家 他在他被邀请来台湾 然后有一个国际打击乐效令营 我就参加了 然后那时候觉得好神奇 我国三的时候看到他 就说哇这个好好听哦 然后那时候我还不会四根棒子 后来我到大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大一 又出现了这个日本的安倍归子老师 就是世界有名的木琴演奏家 他现在78岁了 我高中的时候朱老师就跟我讲说 你那么喜欢木琴的话 你一定要听他的CD 所以我就买了他所有的CD来听 就很受震撼也很感动 就是他的那个完全深情 在木琴上表达无理 那大学的时候我看到他演奏 我帮他伴奏 伴奏有一个曲子是两根棒子的 叫森林对话 我就觉得哇 他的手动得之快 然后音乐性之好的 然后又打了四根棒子的 叫腰动的木琴 那时候我还不会四根棒子 我就觉得哇 太神奇了 然后我就立下一个志愿 我想说我这一生呢 只要会打这两手 我就觉得值得了 就一直想要打成这个梦想 然后这个一直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才终于实现了 这样我能够打那个两根棒子 打得那个 有点心欲溜失的感觉 然后在四根棒子的药动木琴 能够把它打好这样 然后也都 后来我去硕士班博士班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每次往返美国都先飞东京 然后跟这个老师来学习 所以我就打曲子给他听 他帮我修 那时候演奏的都是比如说 他的曲子日本通用变奏曲啦 或者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药动的木琴 因为他就是写给他的曲子 对 硕士读完以后 在美国的秀卿大学 秀卿尼亚 然后那时候是1994年 开始有点不太满足 四根棒子的部分 四根棒子的部分 你要学六根棒子 就开始自己在那边研究 我应该怎么握六根棒子 那六根棒子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佩晶老师的手 其实小小的 我的手真的是很小 就我很少遇到手比我小的 那么我在这个秀卿尼亚的时候 我本来握的四根棒子是这样握的 对 这种棒法叫独立式的握法 就是说四五指握这一根 你可以看到这个棒头它很有重量 就是我们打都要从这里打 那这个摩擦都在这里 所以那时候我这边经常都是破的种的 然后练完 练完这边呢 其实我们很少会用四五指拿东西 你可以想象 然后这个练习 老师都说你要练习用这样抓痒 力度才会出来 我每次练完回去 我的室友他都要帮我按摩 因为都麻掉了 因为我练习时间非常长 然后我一二三指要顶在这里 对 所以经常这里是看得到肉的 因为这个 皮都磨掉了 对 因为你就是这样子一直 所以后来我的打结尼老师 在那边的打结尼老师 还特别去那个药局帮我买东西 让我贴东贴西的这样子 然后我就绑住手帕都继续练了 对 在这之前 还是很多人用六根棒子 是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人 可是大部分六根棒子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比较是这样子 一起的和弦 一起的和弦 它没有办法分开 它的独立大部分都用外棒这样子 可是中间一直是大家的困扰 对 所以我在练习的时候 就是要突破这个部分 所以它真的有进步 它现在还蛮听话的 对 老师你太谦虚了 何止是进步 其实从跟老师一起聊天 是 然后你讲吉月人生的过程里面 对 我觉得你的 你对于吉月的热爱 是用整个生命去奉献它 就是不管多辛苦 你都会觉得这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你觉得打吉月对你来说是什么 打吉月或者音乐就是我的生命 对 我觉得 就是比如说以我来讲 很多人说 你应该有运动吧 我说没有欸 实在是没有时间运动 可是我很喜欢游泳 我从小就很喜欢游泳 那问我说 那你上次游泳是什么时候 我就想说 应该可能是三年前读奏会的时候 想说应该锻炼一下体力 然后就马上去参加会员 结果去游了两次 就没有再游了 因为练琴都练不完 对 哪有时间游泳去这样 就很好笑 那所以以我现在的人生 或者是我的生活来说 我觉得就是 当然对我而言是很幸福的 就是说我那么喜欢音乐 然后我一天到晚 也只要做这件事情而已 然后我家人也都对我很包容 像我先生他也不会 扣我说 为什么那么晚还不会家 他都不会 就让我这样开心的练到 对 然后回家的时候 他都已经睡着了 然后一早起来 我就又已经出门 是 对就这样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佩琳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吉悦人生 然后也祝您的读咒会 顺利成功 谢谢佩琳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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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